ISO去进行 对吧 通过ISO去进行调节 400不够就往上调了800 对吧 诶那我们发现 调了800之后我们再拍一张 这个时候有一种情况出现 经常就发现 如果给你们的命题就是 400不够 生了800 完了又过了 但是它中间没有500 600700对吧 它下去又400了 又不够了 上去又掉在中间 怎么办 那我们想想 什么东西可以制约光线 ISO可以制约光线 快门可以制约光线 对吧 光圈也可以影响光线 那我们先从ISO来说 ISO往下不够 对吧 我们不可能调节ISO了 所以ISO我们放弃 光圈刚刚也说过了 不能够通过光圈调光线 好放弃 那什么还有什么可以调 快门 对吧 通过快门 把快门调快 光线就会变暗 那调快对有没有影响呀 拍镜幕呀 越快越好呀 越快它这个就是越清晰 对吧 它就不会因为小抖动影响 就越快就没有什么影响 那越慢呢 肯定就有影响我们抖动了 但是越快就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只有 只有这个快门 可以影响我们的光线了 所以说往800条的时候 如果过了 那我们就通过其他去制约它 通过快门去制约它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种情况 就是光线不够的时候 我们有几种情况会出现 那我们说第一步我们设置400 然后125分之一 除了光线不够 那我们这个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光线过多了 那跟刚刚一样的吧 如果光线过多了 我们优先调节什么 优先光线多了 你要调光线 快门可以调光线 光线可以调光线 ISO也可以调光线 那这个时候会有两个疑问 那我是调光线 调快门呢 还是调ISO呢 都可以调 对吧 快门我调快 它就光线就暗了 它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吧 但是我们优先调ISO 为什么 如果我们优先调ISO 我们的画质会更好 就是我们没有损失太多的ISO 去 没有使用太多的ISO 去影响画质 所以我们优先调ISO 比如说我们现在400 那我们往下降了200 对吧 那如果200刚好 那就非常好了 那又给你们命题 如果我400到400过了 那么到200的时候 光线也不够呢 怎么办 对吧 那我们就是不能调ISO了 我们又回到400了 那这个时候才能够说 喂 那么不得不 只能通过快门去调节它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我们在室内的一个思路 总结一下 听清楚 总结一下 光圈是一个理想值 所以我们先设置 跟后设置都不影响 所以说我们可以 一开始就把光圈设置好 我觉得现在拍这个东西 我很熟了 大概就是在6.8 6.6或4 或者5 那么就把它设置好 那下来之后呢 就是只有快门的光线 快门的ISO需要反复调一下 那我先设置在室内嘛 我先设置一下ISO 设置在400 我觉得应该都差不多 400 那快门呢 为了得到更多的光线 那快门要尽量的慢 但慢也不能慢过安全值 不然会因为手抖 所以照片就模糊 所以我就只能设置到最低 就只能设置到125分之1 这两个设置好 之后我们要试拍啊 那属于第一种情况 试拍光线不够 光线不够 那我们只能调节光线 哪个可以调光线 三个都可以调 但是快门已经最尽力了 那只能调ISO 对吧 所以说ISO如果400到800 800又过了 那我们要制约光线 那ISO不能制约了 下去之后它又不够了 所以说ISO不能调 光圈也不能调 那我们只能从快门去调节它 让它变暗 怎么变暗 把快门变得更快一些 快门快了 对吧 时间短了 它就收的光就少了 所以它这个光线就会被制约下去 好那如果我们说光线 就是如果视拍的时候 光线400就过了呢 怎么办 那400就过了 那你就想想 那我就要制约光线 对吧 自己想一想 通过什么可以制约光线 光线虽然可以制约 但是不同过光线去改 那快门也可以制约 ISO也可以制约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优先考虑ISO 因为ISO越高 造点越多 所以我们可以降低ISO 保证我们的花质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400 降到200 如果这时候刚刚好 那就不用调节了 那如果200又不够 那你就不能够通过调 这个ISO了 因为它没有300呀 它不能够一点一点给你调的 它就是一个区间 就一个范围 对吧 上要不足 下要有余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还是回到400 那这个时候你就通过快门 去调节就好了 思路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是这个室内啊 最难最难就是这种情况 最那简单的呢 室外非常简单的 那室外光线那么充足 室外的话 把你的ISO制约到100左右足够了 接下来呢 就要靠什么 靠你的快门加快 去调节合适光线 那比如我们一般出去旅游 快门速度一般都是不等的 如果阴天的话 也要几百分之一 如果是非常非常大的太阳 可能是几千份之一都可能有 所以通过这个去调节啊 一定要想 不能够想说 哎呀哪个条控制哪个位置 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的一个概念 然后一定要想啊 光线不够那怎么办 哪个东西可以调光线 哪个东西可以调 但是又不能够调它 为什么不能调 快门为什么不能调慢 光线为什么不能调 这些你都要知道 这个时候你就排除法 排除法就知道 哎这个就可以调了 所以你多拍多练之后就很熟悉 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 你能够你熟练之后 你一看光线按了 你就知道拨哪个位置了 所以这个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多去练习 多去想 不能够死记啊 所以这个是我们三个数值 一个调节的方法 非常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日常中 最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啊 刚刚关于这一部分 有问题的提问 没问题的就不用说话了 经验 通过你的经验 或者说你如果没有经验 那你就是要试 试到你自己觉得是正常的模糊程度 那这肯定都是经验了 你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 谁都不知道 对吧 不一定的 不一定的 没有一个绝对值 我说了光圈值 最合适的光圈 就是能够表达清晰 你要表达的东西 这个是你最合适的光线 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合适的 对我们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用手动模式 你看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啊 一样的基本上差不多 没有太大的区分 看说明书可以解决的 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用手动模式呢 手动模式能够给我们准确的我们想要的清晰程度 可以给到我们想要的光线 懂了吗 如果你用半自动 用全自动都是相机给你测评出来的环境 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用手动模式能够得到最准确的表达 对的一切都是根据我们最合适的环境去做最合适的调节 没有完全说必须哪个是最合适的 只能跟说一些经验 但是都是不绝对的 快门越快光圈越小光圈越暗 快门跟光圈没有职业的影响 当然说你的快门非常的快 你的光圈非常的小 得出来的结论就是光圈会非常的暗 但是快门跟光圈它没有联系 对我们上课全部会使用自然光 如果选定了一个合适的光圈值 那能用AV模式吗 AV模式是光圈优先 一会我们会说 但是它给你的光线不一定是你想要的光线 这个是个重点 它万一给你测评的 你要是想要亮一点 或者你想要的是暗一点 它是不能够给你准确的 你想要的这个部分 三个的顺序刚才不是说了吗 光圈没有绝对的顺序 就是经验刚刚给你讲的 那个设置的前后 当然你可以有经验 你可以先设置快门 也可以先设置后设置ISO 没有前后的 只是说我习惯就一下子先把ISO设置好 这两个没有绝对的 但因为你设置好之后你还要调 所以说你其实光圈 你那个快门先设置还是ISO先设置 其实没有绝对的一个影响 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有灯光的情况下拍东西 ISO已经到6400门光圈还是很黑 第一看你的快门 第二看你的光圈 第三看你的ISO 光圈如果不够大 然后快门如果125分之一了 但是还是很黑 那就是你光圈 就是最大光圈值都不够 然后得出来的光线就会越暗 当然晚上光线是这样的 快门是由机身决定了 对每个相机都一样 曝光补偿 一般我们都不会用到曝光补偿 曝光补偿我们顶多就是看一下 它会提示你 但这个东西你可以完全不用看 它就会提示你 比如说它是复数 就证明说你曝光是不足的 就跟环境有关系 那一般我们调光线都通过 刚刚我们这个方法调光线 不会通过曝光补偿去调节 对的 根据自己平时的一个使用场景 来调整适合的自己的光圈 适合你的光圈其实是适合食物的光圈 因为每个食物都是不一样的 要把食物拍清楚 这是我们就是选择光圈的一个最大要考虑的问题 最主要是你要记住我们这几个东西 它到底有什么影响 然后有什么限制 有什么要求 iPhone没有光圈调节 不要想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曝光准确 相机上曝光补偿 如果它是零 它就正常的 如果是负 它就是不足 但是我们怎么样看曝光是否正常 用我们的眼睛去判断 曝光是会在我们下节课 我不是下节课 就这节课 我们会要上十点半 十点半之前 我们会跟大家讲 什么样做曝光 是最合适的 当然是用我们的眼睛去判断 不会 这节课讲那么多东西 怎么调节光圈呢 就是看照片的清晰度吗 对啊 你就是你看你那个 你光圈越大嘛 当然不是看照片的吗 你要是你的光圈要是非常大 它就是非常的模糊 慢慢的调 它就会非常的清晰 根据这个调节道 你要合适的一个光圈的 一个合适的大小 那我就不希望 拍出来的实物是模糊 模糊的朦胧的 我是要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说我会调 你看F10我都可能会用 所以说大家发现 不要有一个绝对的概念 不要死记硬背 要记 要记概念啊 概念是一定要记的 要通过多练习 多发现问题 要多适应一下 这些调节的东西 然后去了解 去产生经验 好吧 我们往下讲啊 好了 那我们那个拍照模式 我们先是用m档对吧 然后我们初略的快速 跟大家讲一下 有个TV档 有个AV档 TV档呢 就是快门优先自动曝光 就是TV你可以自己设置 快门时间 其他的他都帮你设置好 相当于半自动 AV档呢 就是他设置光圈 你自己设置光圈 其他的由相机来设置 然后也是一个半自动 什么时候会用到这种情况呢 进舞一般不会用到啊 就是什么情况下 就是我们的这个拍摄的环境 的光线是在不断的变化 比如说晚会 舞台表演之类的 光线不断变化 不可能停下来之后 慢慢的去 根据不同的光线 去调节你的数值 对吧 可能跳舞的时候 就那么一个瞬间 你错过就错过了 所以说比如说 我们就拿一样 拿舞蹈舞蹈演出来 举个例子 如果你想拍一个舞蹈演员 某一个动作 那这个时候动作 对吧 瞬间我们有什么决定 有快门决定 这个时候你就使用TV的 你就把快门设置到 可以抓取他的这个动作 这个瞬间的一个值 就看要拍几下才知道 然后设置好之后 光线他会由于 不管他光线怎么变化 他都会相机都给半自动的测评 然后拍出来之后 是一个比较清晰的状态 就比较光线合适 但是你的同时 又满足你对于一个物体 动作的一个需求 懂了吗 所以这个是TV半自动 然后AV呢 也是我们也是用舞蹈演出 来做个比喻 比如说这个你需要的是 让他跟背景的人 就其他人区分开 你就要的是一个人 清晰就是光圈 就需要模特程度 我就把旁边的这种虚化 然后对焦 对上他脸上去 这个时候有什么决定呢 有光圈决定 那你就可以AV档 你就是使用你自己设置AV 设置这个光圈 然后设置好了之后 你他会自动的根据 现场的环境的光线去判断 不管光线怎么变 他都会给你一个正确的自动光光 这个是AV跟TV的介绍 根据这个的一个概念 自己去想想用了什么样情况 好了下一个我们来讲一下照片风格 照片风格 在你的menu里面找到你们想照片风格 如果是如果是相机的话 找到你这个logo啊 就是放射性的一个东西 这个叫照片风格 照片风格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什么人像啊 风景啊 标准啊 啊 就这些 就是这些 微单里面也有的 啊 然后找到这个地方 大家大概得看一下 那一般我们拍照用什么 一般拍照 咋了 不是说不能说话吗 大家要听啊 都说不能说话 大家就不要那个随意的蹦出来一两句话啊 然后我们看照片风格 照片风格啊 我们有标准人像风光中性啊 等等等等啊 每个相机不一样 那大概都是这个意思 那其实它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相机给你在某个颜色上做的一些调节 比如说如果是人像的话 它可能会提亮一下 黄色跟红色 人的肤色嘛 会提亮一些些 如果用风光的话 它就会提亮 就是你的这个绿色啊 蓝色啊 会会加焰一点点 中性什么意思 中性就是颜色的鲜艳程度 会被压暗一些 就变灰一点点 不会那么鲜艳了 这个叫中性 然后平时我们用的话 都是用标准啊 这么记住就好了 大家看你们相机上面 都会有详细的设置啊 按哪一个进入详细设置 按哪一个是OK 啊你就按 然后这个是照片风格 最主要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照片风格里面有一个用户定义 这个用户定义啊 是加能机里面有的 但是也不一定每个加能机都有 啊我大粗略讲一下进入 根据详细设置 N4进去之后会进入我们的详细设置 我们就相当于刚刚是相机给我们调节了一些部分嘛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自己调节一下 比如说照片风格里面的这个用户定义里面有什么 有锐度反差饱和度色调 锐度呢就是清晰程度 哎我觉得拍出来照片不够锐 那我可以加加一直往前加对吧 如果我拍出来照片这个反差什么意思 对比度反差什么 亮的地方跟暗的地方的一个反差 如果你就是往上加数字 往上往往往上提加 暗的地方会更暗 亮的地方会更亮 如果你把它剪下去 那亮的地方会没那么亮 暗的地方没那么暗 就是它的反差会小一点点 这个是反差 那饱和度是什么 就是颜色的鲜艳程度称之为饱和度 饱和度越高它就会越鲜艳 饱和度越低它就会越灰 色调呢往左边走是偏黄 往右边走是偏蓝 所以我们的色调其实会有两种方向 一个是冷色调 一个是暖色调 所以说暖色调就是偏黄对吧 冷色调是偏蓝 那这个意思就是往左边可能会偏暖 往右边可能会偏冷 或者是往左边会偏冷 偏暖 反正就一边偏黄一边偏蓝 这个就是我们的 用了这个时候呢 根据有时候我们出去玩之类的 拍比如说拍秋天 感觉拍出来灰灰的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来设置 用这个来拍摄 当然每次如果你拍别的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回到标准 回到标准 不然你拍出来都是灰的 或拍出来都是燕的 就不合适了 根据你想要的 正常大部分时候我都会使用标准 所以这个是照片风格 大略大略的讲一下 好我们来找一下对焦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了 预习对焦 什么怎么怎么叫对焦呢 对焦一般我们是通过 先半按快门 半按然后再完全按下 这是一步完成 就是一步里面分了两步 比如说我按到一半 然后对好焦 它之后它会想 它会想滴滴 如果想滴滴之后 然后你的那个取景器里面 对焦点就不会动了 滴滴之后你再完全按下 不能够说按完之后滴滴 你又松手 然后再按下去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一定要知道 半按 然后变好焦之后 再完全按下 这是一气呵成 而不是说按下去之后 又把手分开 然后再按下去 这是不对的 这是我们对焦的方法 那我们对焦会 有时候对不上焦 什么原因 大家记一下 对焦不成功的几种可能 第一点 就是每个镜头 它的对焦距离 都是有最短距离的 如果你对得太近 它就对不上焦 就没办法对焦 所以说第一 可能是镜头跟物体 对得太近 这是一个可能 第二可能 我们对焦一定要对到一些 有明显的颜色 交界处 怎么说呢 比如说我们拍一杯牛奶 拍一杯牛奶 那我们如果拍牛奶 表面中间 非常白的地方 它是一整个色块 它就没有啥对焦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找它 离它最近的 比如说有个小气泡 或者有一颗 苍蝇 有个蚊子 对吧 我假设 或者有一个小小的瑕疵 一个点 对它 就可以找到对焦点了 就好比说 我们对着墙壁拍照 墙壁是白色的 就我们就对不上焦 但是要是墙壁 里面有一个裂纹 会有个钉子 会有个苍蝇 有个什么鬼东西在上面 你对它 你就可以对上焦 所以说 第一种可能对不上焦 对不上焦 镜头会一直在转动 喀喀喀一直在响 然后也不会有滴滴两声 有一种可能就是镜头对得太近 第二种可能就是你对到的是一个色块 所以说你要找到它最近的一个瑕疵 或者一个色块小接触 才能够对上焦 这是我们对焦 另外我们翻开你们的相机镜头 就看一下你们镜头 上面有一个这个位置 有一个 有一个开关 显示的是AF跟MF 如果是尼康的话 显得是A跟M 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一般都是推在AF 对吧 AF这个叫做什么 它叫自动对焦模式 相当于我们只要把我们对焦点 就是我们取景器里面 那个红色的地方 大家看到我的声音 变上焦之后它就会响 对吧 它就会响 那这个呢 我们就要自动对焦 它协助我们 我们只要把这个点 对到我们要对焦的地方 半按块门它就会响了 那我们现在把它拨到MF 拨到MF之后呢 大家发现 半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响了 但是你这个时候 你是可以一下子按下去的 看到没有 它可以一下子按下去 什么意思呢 它已经是变成手动对焦了 就是说它不会自动给你对焦了 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找焦点 只能通过你镜头 镜头如果是你镜头里面啊 如果是定焦镜头呢 它就只有一个对焦圈 如果是变焦镜头呢 有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可以转动 一个是比较靠里面的 就可以伸缩镜头 另外一个地方比较靠外面 那个叫对焦圈 可以转动它 然后同时你看你的那个显示器啊 就是你的这个对景取景器 清晰的范围就慢慢的会发生移动啊 这个时候移动到你要 就是清晰的位置移动到你要拍照的地方 它这个就产生焦点了 这个叫手动对焦啊 这个是用在非常非常不好对焦的情况下 使用手动对焦啊 非常非常少 基本上我们都是用自动对焦的 如果是手动对焦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下子按下去了啊 就不需要 不需要你就是办案了啊 所以理解一下这个AF的MF 所以有时候你发现你不可以办案快门 这个时候也有这个可能啊 拨到了MF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镜头拨回AF 好 这个是我们对焦的对焦模式啊 好了 那我们在我们的相机上找到AF drive这个按键 如果是其他相机找到显示着三个三个类似的一个文字表达 比如说OneSort AI Focus还有AI Servo 第一个是单次自动对焦 后面两个是人工智能啊自动对焦 人工智能四伏自动对焦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啊 我们的镜物呢一般用的是单次自动对焦 就选OneSort 什么什么意思呢 我只要对好焦之后 对焦点不会再移动了 那如果你拍小孩一般用拍会动的一些东西 他会用后面的两个比较常用啊 就是说他会短时短距离内他会跟着物体进行移动啊 那一般我们都使用第一个 所以大家只要把它设置在OneSort 单次自动对焦就可以了 选择的位置在于你的相机界面上啊 就相机你的外外观上有个AI Drive 没有的话回头看一看说明书 找到这个位置啊 只要设置上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选了后面两个 用我们后面焦的方法 可能会有焦点偏移啊 会有焦点偏移 就是始终对不上你要对的地方 一对好 你一动他就跑了 就是因为你 你这个人工智能自动对焦用上了啊 所以一定要分清楚这个部分 就是单次自动对焦 然后对一次就一次啊 因为我们只要保持半按快门按了 就是我们只要对好焦之后 对焦将会锁定 就是我们对好焦之后焦点就定了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移动 就是小小范围内 我们会焦啊 小范围内移动相机 重新构图啊 所以说我们会用这个 那如果你用后面两个 的话就不行了 他就会跟他走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设置出来啊 先理解一下 好 然后看一下还有这两个好就还有两个概念啊 先讲简单的测光模式啊 测光模式 测光模式这个符号啊 有个像个小眼睛一样的 像个小眼睛一样的 再如果是加热机的话 就是这个 这个叫测光模式啊 有什么平价测光 局部测光 点测光 还有中央重点 平均测光 这个的话大家可以不用去理解了啊 就是基本上 如果你觉得有兴趣 你可以用不同的测光模式去测不同的 拍不同的物体 再拍镜幕 哪怕我们拍 人物啊拍什么东西 都很少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分啊 拍人物上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区别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啊 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人像摄影师 他们都说其实这个对于日常使用来说 影响会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说我们只要 选个一个平价测光就好了 其他的就不用管太多啊 就不用去去理解他了 不然你要记得东西太多 好这个平价测光 只要设置好就好了 随便选一个 那大家都选平价测光好了 不需要特别讲究啊 然后再讲一个小概念 就是照片格式 照片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好照片格式呢 就是我们照片里面的 菜单里面的这个menu里面的画质 画质怎么选择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行可以选择 下面这个呢 L是最大的对吧 到S small 还有这个middle 啊 不停的大小 你都可以看到尺寸 上面这个什么 上面这个是要原格式 raw raw格式 就是最大的 这个原格式 大家看到它的大小 21兆 尺寸 啊 一定要看到 看清楚 原格式是什么呢 它可以保留我们拍照时候的最大可能性的保留了我们这些照拍照的信息啊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设置的照片风格 比如说哪怕一会儿我们讲到的白平衡 这些都会保留 保留的作用是什么呢 能够让我们有非常大的后期余地 那如果我们只使用的是JPG 就是JP1G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呢 是我们平时在网上下载照片的时候它的一个格式 啊 那这个照片格式呢也可以后期 但是相对于两者来说 raw格式 原格式 后期余地更大 损失更小 啊 JP1G格式呢 JPG格式 它可以后期 但是它的余地会有限 而且比如说我们拍个照片 过曝了 意思就是说 最亮的那个部分 已经惨白一片 这个时候我们是拉 绝对是修不回来的 除非你合成 除非你批 拿别的天空批过来 对吧 比如拍室外 只要变惨白了 那绝对是拉不回来的 但如果是raw格式 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范围 当然它也不是无限的啊 也不是无限的可以那个 但是它可以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内 可以调亮光线啊 比如说你暗 比如说你把一个照片室内的一个地方拍虚黑 那拍了漆黑 那你这个用最皮一级格式的话 你要提亮哈 但是暗部本来就已经没有了 你提亮也是强制性提亮 会有很多很多的噪点 但是如果你用raw格式 它提亮一样的提亮的范围 它的损失是非常小的 当然它也是有限 只对比起来这个范围就要越大 所以我拍商业片 一般都需要用raw格式 尤其是拍人像外景人像摄影 对吧 如果因为我们的显示器显示的都不是最标准的曝光的一个状态 哪怕你屏幕上看非常准确的 回到电脑上你看啊糟糕 全部都过曝了 那这个时候你是没办法的 但是如果你用raw格式 哪怕在电脑上不一样 你还是有很大的条件的余地 但是raw格式呢 有个很大的有些小问题 比如说第一内存比较大 对吧 21兆 第二它需要有专业的工具导入 如果是你们可以搜一样你们的机器的型号 比如说尼康 你就搜尼康专门打开人格式的app rawapp是客户端 像我们的 像我们的 加能一般光盘都会有啊 如果光盘没有 你们去下载一个这个 它的不用写全称啊 就直接写dpp dpp 加能就可以再来到 如果你家里面光盘还在 你找一找有没有dpp 这个光盘上写的dpp 这个东西 那它的图像就是 现在我显示的这个 这个所略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这个去调节 后面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讲 怎么样去调节这个dpp 所以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状况 如果是家用的话 如果你比较懒 那因为它必须要用这个的导入 如果你导入ps的话 直接导入ps的话 会很 因为很多色彩空间不笔配啊 变色差啊之类的 这个你就先不用管它了 你就用这个或者你们自带的一些 就是匹配的一些软件去调节 然后把它存成gpg 然后再用ps打开 那我们在前期拍照啊 就大家在前期练习的时候 先使用gpg 等你们熟练的时候再使用原格式啊 当然如果你可以尝试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使用原格式去拍摄 当然你必须要保留一张 这笔遗迹 不然到时候你发给我那么大一张图 班长也不好收啊 作业的话 好这个是照片的一个区分啊 好了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叫做白平衡啊 大家找一下你们相机上面啊 你如果有个WB的一个按键 那个就叫白平衡的设置 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 那你就找你的菜单 菜单上面就会有一个白平衡啊 就有一个白平衡 然后你就点进去 白平衡是什么啊 像如果是微单的话 那就是什么日光阴天阴影 白智灯荧光灯 这些就是白平衡啊 这个就是白平衡 那我们来看一下白平衡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点 好白平衡啊 说白了就是拍摄时相机的一个色温 刚刚我们有讲过色温这个概念 就是偏暖还是偏冷 偏暖就是偏黄对吧 偏冷就是偏蓝 所以说这个就是相机拍摄时候的一个 色温 那我们要更要记住的一个点 就是自然光的色温 加白平衡 才等于照片的色温 不是说你选了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白平衡里面有很多啊 比如说awb 这个是自动 这个是日光啊 他们上面都会显示你的名字 显示字啊 下面还有括号 以后我们说这是什么 还有阴天阴影 白智灯 荧光灯啊 大家看到后面还有k 多少多少值 我们看到阴天下面括号 约6000k 这个是叫k值 其实白平衡是由k值决定的 就是说不同的k值 它的色温是不一样的 k值越小 大家看到k值可以单独的设置它 k值越小 数字越小 它就会越蓝 k值数字越大 它就会越黄 所以说其实能够直接影响白平衡的其实是k值 那这些是什么呢 什么日光阴天阴影 是什么呢 是相机 选择了某几个就是比较常用的这个k值 就是命了一个名字 然后让你可以直接使用它 比如说它阴天 它其实就差不多在6000左右 阴影呢 可能在6000多 对吧 日光可能在5200左右之类的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它给你列出这些东西都不合适 你可以单独的选择k值 我们不是说今天阴天 我就选择用阴天的白平衡来拍 不是这个意思啊 而是说我们选择了阴天 6000它那个黄的程度 佳能给它命名为阴天 就好像是我们阴天的时候这个色温 所以它命名为阴天 那它选择5200作为日光 那它觉得5200这个色温 好像是我们正常的日光状态下的一个色温 所以它命名为日光 所以说你选择阴天 这个白平衡 它可能拍出来就是比较接近于阴天这种暖黄暖黄的感觉 如果你选择阴影会更黄 具体的它会有下面有数值 你可以看 可以参考 所以说k值数字越小 它就会越蓝 k值数字越大 就越 越黄 但是不是每个相机都可以设置k值的 所以你们具体的话 你们看看你们的说明书上 是不是可以找到 另外 不是说我们选择了什么 它就必须是什么 为什么呢 自然光的色温加白平的色温 才最终等于照片的色温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自然光 其实色温其实一天下来都不一样 早上是偏什么 早上太阳刚出来偏暖偏黄 对吧 太阳慢慢落山的之后 到中午之后 接近于中午的时候 色温就慢慢的恢复正常了 就变成比较偏蓝的 或者是哪怕不偏蓝的 比较中性嘛 对吧 然后呢 接近于傍晚的时候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色温就变黄了 太阳完全落山之后 或者被 被那个 云层遮挡住之后 没有黄了 它就变成蓝色 对吧 慢慢的变蓝 变蓝变蓝 所以一天下来 其实色温都不一样的 所以说哪怕你用一样的白平衡 从早拍到晚拍同一个东西 出来的白平衡的 出来的照片的色温 都是不同的 所以说白平衡 它其实是基于自然光的一个色温 自然光色温加白平衡的色温 才能等到照片的色温 那如果我们拍照的时候 一般都会选择 色温很正常的自然光 比如说九点以后 四点以前 就是正常的时间吧 如果是夏天的话 时间可以更拉长一点 正常的这种情况下 你选择日光 选择阴天 就可以得到 比较正常的冷色调 或正常的暖色调 这是我的经验 就在自然的自然光状态下 就是正常的色温 就比如说九点之后 比如说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这段时间内 它的自然光色温都比较正常的 这个时候我直接选择 相机给我设置好的 我就可以得到正常的暖色调 或者正常的暖色调 但是像我们现在夜晚 大家看到现在夜晚 我们用了台灯 如果我们吊灯非常非常黄 那我们这个时候 用了 如果用的是阴天 拍出来之后 黄自然光黄 白平衡黄加上更黄 对吧 那如果你想要趋于正常 那你就要把白平衡 往蓝的调 调到能够综合这个黄 综合到你想要的程度 因为每个人想要的黄度不一样 你要想说 我这个黄度刚好 知道方法之后 就可以去调节了 比如说我可以设置K纸 如果你K纸不能设置 后面有两个是很蓝很蓝的 比如说荧光灯跟白纸灯 这些都是非常蓝的一个色温 你可以直接套用一下 看合不合适 所以说你说今天的调灯非常黄了 你想要它拍出来 不要那么黄 当然你要用蓝的综合它 对吧 如果说你现在拍照的时候 是日落了 当然我们不建议 这种光线不好的情况下拍照 但如果你拍别的日落了 你拍出来非常的蓝 但是你不需要那么蓝 那你怎么办 那你就要通过调节K纸 或者选择偏黄的白平衡去综合它 懂了吗 黄加黄等于黄 对吧 更黄嘛 蓝加蓝等于更蓝 对吧 那黄加蓝可能就没有那么黄了 那黄很蓝很蓝的加点黄 就没有那么蓝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暖色调 跟冷色调一个综合 这个就叫白平衡 照拍照的时候一定不能够让它自动 我们拍照的时候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食物 适合不同的色温 有些适合冷色调 有些适合暖色调 所以说你不能够说我自动就好了 你自动一会给你蓝 一会给你蓝黄 就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到 除了我们要设置快门光圈 ISO 白平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 照片风格跟照片质量 你都可以设置一次之后就固定了 但是这些东西都一定要来回的 根据不同的物体 不同的环境去调节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白平衡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不同的照片 三个不同的白平衡 大家看到左边是日光 右边中间是阴天 右边是阴影 所以日光阴天阴影 是从左往右越来越黄 但这张照片呢 它是比较欧式的 欧式是非常流行冷色调的 面包啊这些啊 然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选择日光 选择偏蓝一点点的 偏一点点蓝的 这个白平衡 是合适它的 但如果你选择是右边 但如果你喜欢这种风格 其实也可以 根据你个人对 你个人的审美 跟个人的一个理念 但是在我的审美 跟我的个人的理念里面 我觉得日光是非常合适它的 所以说我会选择日光的 或者是选择偏蓝一点点的白平衡 去拍摄这个实物 所以大家看到不同的白平衡 出来的照片的 效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喜欢带点暖暖的色调 那中间其实 这张非常合适 右边这种就偏太黄了 我们暖色调 一般要控制 不要让它太黄 那一般我们暖色调 直接选阴天就好了 除非这个日光非常 现在非常蓝 中午就非常蓝嘛 所以说你觉得阴天 拍出来还是蓝 那你就使用阴影 阴影是非常少非常少的 因为它太黄了 好 这三张照片也是不同的 白平衡 也是日光稍微还好 比较偏冷色调 就是暖色调里面 因为我们物体嘛 就是我们的拍摄的物体 主要是以木头黄色为主 所以说它其实还是比较暖的 所以我使用冷之后 我只是把白色 让它色温趋正常一点 不会整张照片都显得非常黄 所以说我们其实拍照的时候 我们一是要还原我们的色温 不能让它显得太黄 也不能显得太蓝 所以说我这个 在这种基础上 我就选的日光 我就觉得非常的合适 阴天 你喜欢你这样讲过去的阴影 大家看到它整个就黄了一片了 颜色就没有什么层次 所以说对比起来 你会发现日光会更加合适 阴天也还可以 就看自己的喜欢 但是一般大家要注意到 如果整片都是黄的 那我们可能会讲究一下 颜色的一些层次 好 最后的一个案例图 比如说我们拍中式的 大多都是以暖色调为主 那左右都是暖色调 但其实左边非常非常暖 但其实对我来说 它是已经太偏黄了 选的可能是 因为我们的这拍摄物体 都是木头都是黄的 所以哪怕你在正常的 正常的自然光的色温下 选择了阴天 但它也会黄 为什么呢 它基础就比较黄 所以说我这个时候 我反而选的日光 它综合了一下之后 木头它本身的暖色调 其实还在 但是这个它的整个照片 它有层次了 它的物体没有偏色了 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颜色的表达 当然一开始 你们对于颜色 没有具体的概念 当然这个是需要 大家慢慢的练习 慢慢的多看 多练习 才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审美 得到一个好的经验 只能现在跟你们说 白平衡它会有一些 对照片颜色的影响 同一个白平衡 它可能在不同的自然光下 有不同的表现 或者说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风格 它其实有不同的侧重点 这就是我们白平衡平时要注意的 还有我们白平衡有一个要快速讲一下 白平衡偏移包围 这一个 什么意思 平时我们基本上不用 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红红蓝蓝的网网 网状 什么意思呢 我通它有一个点 大家看到有四条线 你看这个点哪里可以设置 我的相机设置是通过拨动那个拨杆 这边有个拨杆 我就拨动它 它就可以移动 怎么移动呢 比如说这个点移动到这个位置 那它会有什么改变 它的改变是这样的 基于刚刚我们选择的白平衡 就我刚才 比如说刚刚我选的日光 基于那个基础下 这个照片的色温 会偏蓝 又偏绿 这个是一个坐标嘛 大家知道 比如说它偏绿 两档 偏蓝 三档 对吧 基于刚刚的色温下 又偏这个色 那也可以反过来这么说 减少了红色 减少了阳红 所以说它有一个 它有一个就是调色的 就是校色的一个小功能 就比如说你照片拍出来之后 你发现它偏 偏红啊 这个黄不正 那你可以尝试能不能够通过这边去调节 除了单点调节之外 我用拨杆调节这个点之外 我还可以通过转那个转盘 它可以延伸出三个点 那这三个点的位置都不一样 这个时候你拍一张照片 它会出现三张成片 根据不同的位置 产生三张成片 这个是非常细的一个调节 基本上很少用得到 我是不怎么用得到的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研究研究 但基本上不会怎么使用 好 这个是我们平时要运用到的一个东西 另外呢 我们的显示器的 屏幕的显示器的亮度 一定要调到手动 调到5 调到5左右 太暗的话 你就对你的 太亮或太暗 对于你的曝光的准确 你就不能够判断了 所以不要用自动 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 你就不知道曝光有没有准确 好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我们平时用到的就是这些 其他的很多都是固定的 那我们要改变的就是快门光圈 ISO 还有我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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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讲的白平衡 对吧 然后另外 另外还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 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先大家设置 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这个我之后回答跟大家讲 对焦点的选择 选择单点对焦 就是你的这个取景器里面 那个对焦点 只有一个 而不是说自动的 也不是七八个一起 想想的话 按这个填字符 然后选择最中心点 不同的相机 看说明书 怎么样选择最中心点 单点 就一个点 在最中心一个点 永远都不会变 永远都不会变 把它设置成那个点 其他的我们 为什么这么设置 就是下节课 我也给大家去介绍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这些理论课的部分 就是这一点点了 后面的话也是会讲相机 但是我们会根据实物 去总结相机的部分 所以这些地方 你们一定要记住 尤其是光圈困难ISO 一定要多练习 然后多想想 多思考 一定要思考 不能够死气应肺 一定要思考它的方法方式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关于器材的一个使用 就是我们的 经常用到的一个地方 其他的大家就不用去了解了 因为没必要 我用相机都十年了 那年了 其他的东西可能也了解 但是不怎么用 不怎么跟你们说 然后关于这部分有问题 大家现在可以提问 我们后面会有十来分钟 会介绍一下相机的选择 如果你需要重新购买相机 或者你需要了解一下镜头 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留下来 继续上课 我们在可能十一点之前 肯定会结束 因为今天是第一节课 我们把这一部分讲完之后 我们就因为它是 它就是一个整体的课程 所以它就放到下一节课 可能就拆散了 就只能是第一节课 可以增加一下时间 所以有问题 大家现在可以问 没问题 就可以不说话 然后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器材的 一个简单的介绍 没有具体的设置 你们为什么老是问一般设置多少 明明就跟你们说 根据不同的自然光的色温 然后根据不同的风格 根据不同的光线 去选择合适的白平衡 你们先知道这样 然后怎么样设置 到什么样才合适呢 我们会说冷色调 暖色调 不同的风格 会是和不同的色调 然后但是不要偏色 比如说拍出来之后 非常非常的蓝 这个就是偏色 我们需要还原自然光下 我们眼睛能够看到的颜色 单点对焦没有找到位置 那这个的话 如果你是 你是你康基 那你就要找说明书 这个我也没办法帮你找 然后白平衡没有具体的设置 对没有具体的设置 如果拍照的时候 发现色还比较偏灰 但是怎么样去调节 数学机能调节吗 显示亮度在五档 是吧 每个相机都有白平衡 每个相机都有白平衡 600D好像是不可以调节 用户设置 就不能够单独调节 颜色的厌度 那个只能通过后期了 600D是不能够调节的 但是白平衡 每个相机都有白平衡 那个卡片器都有了 K值没有一般是多少 都要根据你的合适的一个光线去设置的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 那三个日光阴天阴影 它们其实都三个不同的K值 所以它们都有不同 哪个最合适 颜色层次最好 然后不会偏蓝也不会偏黄 刚刚好综合的比较好 那个才是最最好的 K值越大越黄 这个你可以回去自己试 反正你往一边 反正不是往一边就是往一边 以前我都不记得 我只知道往哪个方向 蓝的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调就好了 镜头感是不是最好用定焦来培养 拍进入呢一般我们都从定焦 为什么一会我们还讲一下 对焦点设置再说一下 没有听清楚 就是在你的相机的上面找到对焦点 设置在中心点对焦 就是只有一个点 就是你的取景器里面只有一个点 没有很多个点 单点的在这中央 在中央把它选上就好了 下次我们会讲为什么 不同的白平衡效果 是不是可以通过后期PS 来达到那个需要非常的麻烦 如果能够通过前期来做 千万不要通过后期 都不自然的 或者说是要需要费很大的劲儿 也会损失画质 会损失颜色 但是如果我们是用ROG式的话 我们可以在ROG式里面 用在软件里面随意的变换 都没什么问题 就像刚刚我们说那个DPP 它可以随意的调节 随意的变换 不同的白平衡都没关系 单点设置是在对焦区域 对焦模式是在镜头上面的 我们是在机身上面 调节镜头焦距值光圈F值也会变化 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那个就是物理学原理 那个镜头就是那样的 一会我们会讲一下 就是关于器材 这个小小的影响 600D不能调节K值 好像是不能调节K值的 具体你们看一下说明书 调节焦距F F边 那是因为你不是定焦镜头 这节课有作业 作业我明天会在公告上面发 所以大家可以先回去休息 对中央对焦点就是中央对焦点 然后哪怕你对不会重新买器材 但如果你有时间最好还是听一听 然后最好还是听一听 好了没有问题 我们来讲相机本身 相机本身 我们镜头啊 机器有两种镜头 一种是变焦头 一种是定焦头 变焦头就是可以伸缩的 可伸缩可以调节焦段 定焦头呢是不可以伸缩的 单一焦段 就是你要放大放小 放大放小 你只能就是走近一点 走远一点 这个叫定焦头 我们拍食物呢 一般需使用的是定焦头为主 景深除了光圈影响和机器 那对焦物和景的 景深除了光圈影响和机器 与对焦物的距离有关之外 那对焦物和景的距离有关吗 那你那个背景越远的肯定越模糊呀 那是肯定的呀 我们只是说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他说你目前的设置曝光不足 他提示你曝光不足 当然我们这个不用看啊 这个不用看 你就通过自己的眼睛的判断足不足啊 我们判断就是 曝光足不足 我们要看最亮的那个部分 有没有过曝 过曝的话 白亮的部分就会变成死白的一片 如果就是曝光不足 那暗的地方就会变成黑黑的一片 这种就叫做曝光曝光不足 那种就叫做曝光过曝 所以我们最好的状态就是 一张照片里面 每个地方都能够体现出细节 就是比如说暗部有暗部的细节 亮部有亮部的细节 它都是平衡的 这种时候是最合 就是最好的一个曝光 就是曝光正常 如果我们一个画面里面 比如说又有一个非常非常亮的 就反差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拍 从屋里面拍到外面去 那窗户那边肯定非常非常亮 那室内非常非常暗 这个对比非常大 它是很难平衡的 所以说我们只能找一个 比较就适合平衡它的 比如说外面可能比较亮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隐约看到一些细节 那里面比较暗 那我们还可以隐约的看到一些暗部的细节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曝光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有这种 比如说非常亮的非常暗部能平衡 那可能也是那个情况是非常难去调节的 我们可能会通过后期 所以我们要通过肉眼去判断这个平衡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来继续讲这个镜头 一个变焦头 一个是定焦头 变焦头是可以伸缩 定焦头不可以伸缩 那我们一般使用的是定焦头去拍摄 为什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变焦头 像现在这个就叫变焦头 我们怎么看 看我们镜头上面写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写的2470 那这个镜头的焦段呢 就是从24到70 这个范围242526272829 一直到70 这个焦段 焦段 这个是它的焦段 可以不停的变换 那它的它的镜头的口上会写一个2.81比2.8 这个是它的最大光圈值 就是说它的光圈最大可以调到2.8 那这个是比较好的镜头 这个镜头 这个镜头要1万左右 这个叫红圈头 一般红圈头 有个红色圈圈 一般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1.2.8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光 就是最大的光圈值 那这个你就可以知道它的焦段是24到70之间 然后最大光圈值是2.8 那焦段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自己你自己用你的手啊 圈成就是你的这个 拇指跟你的食指啊 还有其他的四个指头 圈成一个圈圈 然后像一个望远镜一样 放到你的眼睛上 然后慢慢的你的手远离你的眼睛 你就会发现你会看到的取景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这个你就可以一样理解为它的焦段 就是说你离眼睛越近 对吧 焦段就越短 就越靠近眼睛 你看到东西越多 当你焦段越来越越越远的时候 升升升升升到70升到100 或升到135 越远越远 它就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画面就越来越大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焦段 那传统概念上低于18mm 就是低于18毫米的 现在24是最小的 如果它低于18 那叫广角 但是对实物摄影来说 我们常说的广角镜头 就是50以下的 我都称之为广角 比如说3540对吧 24其实全都是广角 广角有什么影响呢 我们知道人的眼睛 其实很大 镜头大家看到 从左边到右边 几乎大于180度 对吧 那你大家发现 越靠近眼睛两边 其实会被拉伸 我们知道有些房子 本身很小 用广角镜头拍出来之后 非常的大 那是骗人的对吧 我们去订酒店的时候 都用广角镜头拍的 你们都知道 好 那就是被拉伸的 广角镜头是适合 去表达一些大场景 但是对于表达一些小场景 我们表达食物 这些是一些小场景 反而是适得其反的 第一 它会把整个小空间 表达的非常的大 这样其实在空间上 立体感上是会弱化这个小东西的 第二 接近于四个角的地方 都会被拉伸 比如说我们的碗 我们的筷子 什么什么之类 都会被拉伸 表达变形 变形的非常严重 所以说我们不会用 非常短的焦段去拍摄 所以说我们一般焦段 一般用的是50以上 我自己用的是100定焦 然后我们看一下270 如果你是变焦头 你可以转动你的这个 就是焦段圈 转到你合适的 比如说你可以转到50去拍摄 你就感觉到 你就感受到50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焦段 70是一个什么样的焦段 然后普通的变焦头 光圈都比较小 一般就只有3.5 随着你焦段深 比如说到70 3.5都没有了 就变到5.6了 所以说你们的基础 光线就非常的少 相对于别人的定焦镜头来说 比如说定焦镜头一般 虽然说它只有一个焦段 但是它的光圈 一般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1.8 1.2 1.4 这个时候它的基础光线 就可以有很大的一个范围 它的光圈就可以拍得很好 很多的背景可以很模糊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普通的套机头 一般你们如果买的是套机 就是直接买回来 就是一个镜头的也可以伸缩的 而且镜头上是白色的 这个圈是白色的 不是红色的 那种一般都是普通的变焦头 比如说1855 1818135 18200 其实都是比较普通的变焦头 然后它们最大的光圈值一般3.5 然后随着伸缩的程度它会变到5.6 就3.5都没有了 变到5.6了 为什么这个2470 它的最大光圈值是2.8呢 就是跟它们做工有关了 它们就刺激的这个镜头是这样的 那所以这个镜头也是1万 所以说一般焦段就可以满足 可以变换不同的焦段 另外光圈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最大光圈值 那这个时候它的整个价格就上去了 整个价格就上去了 但你刚刚说 为什么我们又用不到那么大的光圈 那为什么我们非要追求大光圈呢 光圈越大 它其实在做工上 在设计上 在整个物理学性能上 都非常的好 有利于色彩表达 有利于空间感 有利于成像 什么都有利于 反正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镜头是这样的 当然你要选择合适自己的镜头 但是定焦头相对起来说 它没有那么大的范围焦段可以选 但是它有大光圈 所以它价格上是稍微要 相对于这种都满足了的 要优惠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变焦头 那我们来看一下定焦头 那定焦头比较短 因为它不用伸缩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定焦头50上面也写的是1比1.4 所以这个镜头是50的焦段 然后它最大光圈值是1.4 好 这个是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也是50的 501.8 这个呢是501.8的一个 没有看到 但是我这边 选的是501.8的一个镜头 那501.8跟501.4区别在哪呢 区别在于光圈 但是其实不仅仅区别在于光圈 501.8就是六七百块钱 501.4呢 如果是买水货就1000多 如果是买国行的话就2000多 为什么价格差那么多呢 光圈影响那么多吗 501.2要接近于8000多 就意思就是说它其实整个做工 整个成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是入门机 那如果你不打算换镜 不打算换相机 你就可以买一个50.8是非常合适的 就是它的性价比比较高 但如果你可能觉得以后换镜头 那你就买一个501.4是非常合适的 501.4一般买不用买国行吧 我一般都是买水货 就是说是有就是那种香港的呀 或者之类的 他虽然说没有就是质保 但是店家一般都会给你质保 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一般镜头不摔还是不会坏 如果你摔了其实你还是要寄回去 还是要寄到那个厂家去 所以是一样的 好那是我的镜头 还有点脏 我用的是100 那我100这边是1比1.8 1比1.8就是我的最大方圈值是2.8 所以百威就是100mm的这个叫百威 那它可能看到的范围非常的小 那意思就那大家会发现 如果我俯拍的话就很不方便 就基本上我要搭梯子 我才能实现一个俯拍 因为它大家知道吗 它这个你如果有变焦 你就可以伸缩 伸到100多位之后 你最大的70 你就会发现看到的范围非常的小 你要拍一个物体的全局 你可能要站的比较远 如果是平日拍还好 如果你是俯拍 那你就要搭梯子 或者站到桌子上面才能拍 但是这个100对于我是觉得对于静物 对于食物来说 体现的空间感 密体感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说我就会用100 如果是家用的话 我推荐用50 我推荐用50 那85这个小段也有 但851.2太贵了 就基本上也是1万左右 所以我不太建议信价比不高 那如果是百威的话才4000多 如果是50的话 刚才跟你讲了501.8 虽然说它成像可能会有点差 但是它如果对入闻机来说还是匹配的 它价格是6700 如果是501.4 水货1000多 167 然后国行是2000多 如果是501.2 那个我觉得可能没太必要 那个可能是8000到1万左右吧 很久没有了解了 所以就是定焦 一般我们就是为了买不起那么贵的变焦头 那我们就用定焦头 定焦头可能在这个使用上能够满足我们 但是如果定焦头才是不适合拍大景 懂了吗 它不适合拍大景 短焦距的都不适合拍大景 那长焦 短焦段 如果能够兼得 那它的价格就非常贵 这个你可以了解不同的这几个概念 那比较中间的 比如说我又想拍人物 我想拍食物 351.4跟501.4是比较合适的 351.4也比较贵 因为它是红圈头 351.4的话比较适合拍人像 其实拍镜幕的话我觉得空间感上还是广小太明显了 那如果你想要拍宝宝想拍人物 那50镜头拍人像其实也用了挺多 所以501.4也是可以拍食物也是可以拍人像 焦距我也不知道怎么换算 你就看它的一个成像就好了 就是你看它到底能够取到多大的范围的景 你心里面有概念就好了 这个物理学的东西我自己没有了解过 你没有什么必要去换算这些东西 把重点放到拍的东西上面 不要想这些 如果你有多余的精力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后 然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个什么 被打乱了 哎呀 你看吧 现在我就被打乱了 现在要不要轻易的 那我说话 想不起来了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选定焦头 编焦头 只有说 嗯 不同的镜头合适不同的物体吧 就是对于拍人像拍景物啊 如果你真的是拍小孩又想拍人也不想拍食物 那五零 那可能比较合适 左右 但是它也不是最合适 各自都不是最合适的 所以你们有有得有失吗 自己选择自己合适的一个镜头是最好的 然后如果具体还是不懂 课下可以在咨询咨询我啊 那镜头 我们基本上就是讲到这儿 然后你们对于镜头部分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要求理解啊 可以问哦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想起来了 我们机身啊机身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全画幅跟非全画幅 其实它不是一个绝对概念吧 就是全画幅跟非全画幅 你可以这么直接理解就是全画幅 全画幅就是比非全画幅看到的要大一点 虽然说用同样的一个镜头 比如说我的相机是全画幅 对吧 一般高级的一点的高级机就非常好的机器它是全画幅 如果是入门机还是非全画幅 就是说相当于我的相机用的是501.4 你也用501.4 按道理我们看到的物体都是一样的 因为都是定交对吧 但就是因为我都是全画幅 所以我看到的东西可能比多一些些 啊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501.4比501.8 成像质量差别大吗 如果你的机器是入门机 那501.8我觉得可以了 但如果你的机器是 比如60D或者中等机 那我觉得你换一个之后 成像还是会有差别的 毕竟价格在那 那当时我没有足够的就是 那个预算的话 我就觉得 我就先用1.8吧 对我来说画面更重要 然后机器还是次要的 等到我们有想要换更好的机器的时候 再去考虑这个问题 买套机的话 镜头有1835 如果拍实物嘛 刚才说了还是用501.8 如果18135是普通 对就是普通的变焦头 它的光圈值非常的小 最大光圈值都非常小 然后你一伸缩焦段 比如说你要伸到50去拍 那它的光圈值只有5.6了 所以可能会影响 包括它的整个做工 跟画面的这个成像 都要差一些 501.8要不到你的要的效果 你的 但是600D的话 50.8其实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换一个50.4 其实会更好 当然如果你用百威 可能效果又更不一样了 因为价格上都是不一样的 你18135跟501.8 都是比较入门的镜头 但是501.8的模糊程度 其实已经够了 因为我们平时一般 都是要3456以上的 302.8对30的话 是一个广角镜头了 就是不太适合拍镜物 他能他就是可以拍 那就是说你要对比起来的话 你就会觉得如果是 焦段稍微长一点的 你就会发现空间立体感 完全是不一样的 而且你30的话 对于盘子的变形 比较严重 561.2是可以的 镜头啊我喜欢在淘宝上面 一家叫做小李84上面买 还不是广告啊 因为我真的是在那买的 晨光灯也是 小李是中文 84就是拼音 机身有推荐吗 现在想换一个 现在是70D 如果机身的话 你可以加等的话 你就换一个70D 70D 70D就是中等的 如果你想换好一点 就是5D3 5D3现在就是比较高端的机器了 当然价格也非常贵 所以我打算也要换几个机器 我刚跟你说了 就是可以不换 就是可以不换 它是可以拍的 只是说你要说 要往好的效果去想的话 当然定教头是最合适的 那什么样定教头合适 刚才说了50 85 100其实都合适 低于50的话就有点变形 当然100比50更好 85比50更好 100比50更好 当然据不同的焦段 还有它们各自的光圈值 还有价钱 它们就有一些对比了 对 小李八四 我是在那边买的 我准备要买一个 5D3 也打算在那里买 可以了 70D加501.4是可以的 拍花草的话 拍花 拍花就是拍金屋 金屋就是越小越好 你要是用了100拍花 你就发现特别漂亮 我就是用 我就是去过别人的花园 用100拍的特别好看 但是你用广角的话 拍出来就会有差别 35 1.8和50 1.8 残服换过来 应该是50和85吧 但是它画面大小是一部分 但是对于变形来说 它也是一部分 所以这好的话还是 就还是50以上 对 当然我也想要2470 但是太贵了 梯子呗 我用工作室 我都是用梯子的 D7000套机18105 18105目测是一个比较 就基础的就是入门级的镜头 所以可能效果比较一般 当然你可以先拍好了之后 再考虑自己要不要换一个比较好的定交 一般大光圈的镜头都会比较好 501.8可以用 但是你是无敌3 你是无敌3的话 你就买一个定交 买个定交好了 就是或者是我 你50里面有了对吧 你就买一个白威好了 白威 建议你用白威 你要用白威之后 你就彻底爱上白威了 就不用别的镜头了 70D7身价501.4是可以的 可以的 没有所谓的标准镜头 就是其实标准镜头 就是大家所谓的入门级镜头 一般只是说出去玩 可能不太方便 50就是大家框的景不够大 对吧 拍风景就会有影响 但是拍这种植物 镜物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对 用100会非常好很多 50你是1.8 你就不用升1.4了 你就直接换一个白威就好了 你50 你无敌3 先用1.8真的太浪费了 怎么说呢 好的机器 就是基础的机器 加一个好的镜头 镜头功能会不会发挥出来 但是你的机身 会发就超 就超出它的预期嘛 就是比用坏的镜头 会更好嘛 但是对于镜头来说 它就是委屈求全了 就是有点 鲜花插在牛份上 但是如果你是很好很好的机身 用了一个很差的镜头 那也相当于一个 一朵鲜花插在牛份上 就是这个意思 挂机摆搭吗 那是2470就可以摆搭了 2470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镜头 哪个牌子佳能 只能用佳能 尼康也只能用尼康 不能够串过来 佳能可以用试码 可以的 你找一下说明书吧 还有刚才我们说田字 田字 有个田字你找一下 然后有个点 你可以弄一弄 播一播 或者你课后找一下说明书 然后或者是明天 你给我拍一下 然后拍一下 然后帮你看 对501.8入门还是可以用的 我以前就用501.8 就是刚去拍食物的时候 就用501.8 用了一年吧 他也拍出了很多好看的照片 所以不一定完全靠镜头 镜头换算过去 尼康也是应该也是有的 但是你要去问一下 你去问一下 就50焦段的镜头 但是无敌三用两年也没关系吧 无敌三用两年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只要是你拍出来 我觉得无敌三就够了 我们现在都想换无敌三呢 所以不用换了 无敌四是可以 辅拍摆会很吃力 有梯子就不会很吃力 如果为这个 为这个项目考虑的话 他就不会吃力 对你们先拍一拍 先了解这个镜头 然后你在考虑要不要换 因为你们是变焦 你们有这个焦段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在这个焦段拍照 是不是喜欢的 是不是合适的 加上80D拍什么镜头 拍菜 拍菜我都会推荐白威 拍菜我都推荐白威 专门拍菜我还可以用白威 专门拍镜 我都推荐用白威 当然俯拍拍菜的话 需要站在桌子上 或站在梯子上面 一百地天哪路 如果定交是30的话 最好换一个 或者是你先拍 也不一定 只是说对比起来的话 那个会更好 然后你们先拍 然后后面 看你们拍食物 拍出来是什么样的 如果我觉得变形太严重 你就应该要换了 1855先拍着吧 因为有55焦段 你可以转到55去 然后看一下 平时使用起来 合不合适 当然如果你一开始 就想要说 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 好的效果 那你最好也是换 我们说镜头 不一定非换 只是说我们说不同的镜头 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针对性的话 效果会更好 就是这个意思而已 对现在都是答疑 然后再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下课了 我们都是推荐大家 就是先用着 然后了解我们的镜头 然后了解我们针对食物这些镜头 了解一些我们拍风景的镜头 然后你们根据自己的要求 或者说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 再去更换 好的不客气 视频明天 明天最时明天晚上吧 因为明天我有客户 主要是要去拍照 最时就后天 最时是后天 我们一般都是静快的 演出啊 演出 如果你想拍大景 我们就说用短焦段 如果想拍旅行 大景就是也用短焦段 但所以说你要用一个短焦段就好了 比如说二四啊三零啊三五啊都可以 三五的话可能就没有二四那么大 取得紧那么大 那你要是什么都想要 那你可能就要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变焦头 不会讲作业了 还讲作业呢 下次一起讲 比如说下期一起讲 对 下上期作业会下次一起讲 微信啊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待会加一下我 然后有问题的话 及时问我啊 其实我晚饭都没有吃 兔兔没有 兔兔后天后天明天才做 后天再做好 有水果有面包有什么都有 然后因为第一节课每次都会超的 因为大家问题比较多 然后镜头这些可能额外讲 然后会基础的东西又内容比较多 所以可以讲的比较久 然后你们关于镜头之类的一定多 先问问啊 不着急买 可是你们要买的话都问我一下 刚刚差不多 我们理解的就差不多了 我在我在勾注龙泉 然后给你们写出来啊 一般配比的话 我喜欢这么配啊 我喜欢这么配 比如现在佳能的入门机 你们可以换送到尼康的入门机 所以尼康佳能入门机是750D 那你就如果预算有限 就501.8 预算OK50 1.4 这个的话你以后换机身也不会有问题 然后如果你是中等机 比如70D 那你就加一个501.4 才能够发挥一下机身的效果 如果你想专门开实物 那你就还是用白胃比较合适 然后如果你是5D系列的5D3 5D2 那你至少也是一样的 501.4 100 白胃 这些都是 都是我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搭配 然后是针对于拍实物的 如果你说拍旅行拍风景 兼用 那最好的镜头 就比较合适的镜头 价格也比较合适 24 270 价格也会很久 2.8的光圈 这个就是变焦的 如果你专门拍人 那351.4 你可以考虑 351.4 你可以考虑 然后如果你想又想拍宝宝 又想拍 食物 50焦段是非常合适的 你就纠结 纠结在于就是你觉得百威 他就是 有局限 就是他的弊端 对 但是270如果你能买的话 其实也是很好的 70焦段也是差不多 70到80 但是70肯定没有100好 就是焦段上的话 没有100好 镜物就是我们表现小的东西 越小越好 越小越好 就是看到的东西越小越好 花礼嘛 花礼 那你就 270呗 270好贵啊 或者说你 501.8你都有了 那如果你想拍 副拍的 那你就用 你就用这个501.8拍 如果你想拍平拍 我觉得 百威真的是非常推荐的 80D 其实我不太分清楚 他们这些功能的提升 但是我觉得就是 同一个系列的 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太多 价格上应该也不会差太多 对 百威就是100mm 好的 我们就把录像停了 然后希望大家明天看一下我们的群公告啊 然后还有 军视频 一定要不要觉得自己记住了 有空还是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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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